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六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H&M 耐克 阿迪达斯国际品牌停用新疆棉在中国引发抵制浪潮 因为停止使用新疆棉 H&M 耐克 阿迪达斯等多个国际服饰品牌于25日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企抵制 当日微博时大热搜榜上一度有高达8个相关的议题 而每个热搜议题都引来数亿中国网民的浏览 它发生不断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少数网民还在微博上贴出或烧耐克球鞋泄愤的短片 或者手持抵制纸牌 只身前往H&M分店抗议的支持照片 被该报刊形容为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热潮 针对此意外或抵制浪潮 个别国际品牌大多选择静默 唯恐南希众怒 而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则呼吁全球消费者理解企业的两难处境 观察人士分析 这波由官方带头操控和煽动中国消费者民族情绪的反制情境 是中共在西方绥靖政策下打惯了的顺手牌 在国际社会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 中国反而强硬的宣战 很可能适得其反 引来世界人民不吃你这一套的反是后果 不过 也有观察人士认为 美国结合欧盟 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针对新疆议题对中国官员寄出制裁 除了引来中国反弹和反制裁外 只达到了激化双方对峙的效果 并无助于缓解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 此波抵制外货热潮疑似由中共的共青团挑起 共青团24日于其微博官方账号 挖出H和M于去年所发布之庭用新疆棉的旧声明 猛烈批评此瑞典品牌碰瓷新疆棉花 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 吃心妄想 引来40多万名以面倒的中国网民点赞支持 其中 有人留言要H和M滚蛋 严厉批评H和M别指望又吃中国饭 还砸中国国 紧接着 电商平台京东则率先下架H和M的商品和店铺 并引发淘宝和天猫等其他平台的跟进 就连中国地图软体也从24日起就找不到H和M的部分分店 时隔不到一日 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媒 25日积极跟进 并扩大打击面 点名耐克 阿迪达斯 优衣库 Zara等加入更好的棉花倡议 具用新疆棉花的诸多国际品牌 据报载 艺人王一博率先发表声明 终止于耐克的一切合作 中国义和团式的抵制热潮一度持续延烧 不过 10至25日午后 抵制的声浪似乎无以为继 以微博热搜榜为例 抵制声浪消退 并开始出现耐克交易量不减反增的声浪 以及耐克APP被下架的必谣消息 还获得近百万网民的点赞支持 似乎显示这波抵制潮指市场短暂的虚火 对于中国网民的抵制风暴 H和M等个别企业至今大多选择保持兼默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欧盟商会不针对个案评论 但一般而言 在商业政治化持续升高的趋势下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面临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 一方面 欧洲的民意要求企业要清楚地展现出负责任的社会责任原则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会因此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 如果他们表现出负责任的一面 并确保供应链不受非议 就会被视为做出抗中的表态 针对企业的两难处境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表示理解 外商企业在中国经商之困难 这波抵制风潮是由中国政府带头操弄 且带有政治目的 企图透过打压部分企业 来对更多企业进行恐吓 以阻止其他企业发声支持遭受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 他呼吁 国际品牌应坚持自身的企业道德和价值观 不轻言妥协 以免成为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帮凶 他说 中国利用这个消费市场 绑架这个消费市场 恐吓品牌 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行为 对于这种现状 我认为 不能妥协 所有的这些品牌企业都应该相互之间有一种协作 抗击中国的这种败坏这个商业道德的行为 针对中国境内的抵制热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表示 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前提下 国内可能要找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 做个姿态 这种参撒政治因素 情绪化的抵制 就跟小孩子闹脾气一样 缺乏战略眼光 也如虚火 不会持久 他说 单一国家与中国关系交恶 中国可以做出一个情绪表达的强硬姿态 但如果很多国家都跟你关系恶化 你可以抵制全世界吗? 与其去抵制 还不如考虑怎么跟这么多的国家改善关系 尤其是跟主流世界改善关系 尽管如此 他说 此波抵制由官方发起 必然会对外商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影响多大 还有待观察 不过 他也说 中国没有能力拿如H和M等国际品牌来祭祈 也没有能力以商逼政 让各国政府屈服 而外商在观望情势一段时间后 也应该会寻求营销策略 来缓和情势或安抚中国消费者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也认为 这波抵制朝非民间自主发动 是官方操控 因为中共洗脑部分中国人民的话语 如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等 在中国仍有一定市场 他对国际社会和企业对中国迫害人权和新疆问题的关注 表示肯定 但他也希望 各界促进汉人与新疆和西藏之少数族群的和睦相处 误恶意操弄 针对人权记录 他认为 中共在民主国家面前 看得出有其心虚之一面 也没有底气和所有的发达国家翻脸 或重新对外锁国 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不还而散后 美国联手欧盟 英国和加拿大对涉疆政策的多位中国地方官员祭出制裁 马上引来中国对十位欧洲政要和学者的反制裁 现在又发动中国消费者抵制欧美企业 对此越演越烈的情势 部分分析人士不表乐观 一点都无助于聚焦解决新疆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新疆的维吾尔人 还有当地的一些其他民族被关到学习班 在教育营里面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美国政交会开始推出将中国公司摘牌的规定 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宣布最新监管措施 执行在美上市公司 不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法律 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 将被逐出美国股票交易市场 规定专门列出了有关中国在美上市公司 是否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规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4日公布了一项临时最终修正措施 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证明不受外国政府实体控制或拥有的规定 美国政交会的声明提到 规定在美上市公司 必须说明董事会中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官员 并说明公司章程中 是否含有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 并在年度报告中 披露是否存在任何的海外安排和影响力 美国政交会加快宣布了临时规定的制定 这是因为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 必须在该法案签署成法的90天内开始推出规定 美国政交会目前正在就违规公司 识别程序寻求公共评论 美国政交会说 正在积极评估如何执行法案中 不受90天期限限制的其他要求 包括识别程序和禁止交易要求 前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了 外国公司问责法 旨在防范连续三年未能遵守审计要求的公司 在美国政交所上市 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与民主党参议员范克伦 联媒推出了这项法案 肯尼迪参议员当时指出 中国政府多次未能允许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对在中国和香港注册的公司进行审计 肯尼迪参议员在去年12月18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共产主义中国多年来 一直是美国证券交易场地的霸凌 这在今天停止了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欧开启新篇章 重启关于中国的对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日在布鲁塞尔 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伯雷利就范围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 伯雷利在会后对媒体讲话时说 他们的这次会谈为美欧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双方决定重启美国欧盟关于中国的对话 并在该框架下继续举行高官和专家会议 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 美欧方面都理解 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既有合作伙伴成分 也有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成分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布雷利24日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后 共同对媒体发表了讲话 伯雷利高度评价这次会晤的意义 他说 今天 我们开启了我们关系的新篇章 其标志是在关键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进行更强有力的合作 我很高兴看到 我们的会晤证实 强大的欧盟美国伙伴关系对于支持民主价值观以及全球和地区的稳定 繁荣与冲突的解决至关重要 这位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说 他们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我们同意启动欧盟美国关于中国的对话 作为一个讨论所有相关挑战和机遇的论坛 我们决定继续举行高层官员和专家会议 讨论互惠 经济问题 人权 安全 多边主义以及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领域 如气候变化 正如我们过去在欧洲这里所说的那样 我们对中国的角色有着同样的评估 即它是合作伙伴 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 伯雷利还表示 双方同意美国全面参与欧盟在防务上的倡议 我们同样同意 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支持美国尽可能充分的参与欧盟防务倡议 并加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 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有助于跨大西洋安全 并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具体机会 前特朗普总统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 他对北约的批评以及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等做法使跨大西洋关系 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布林肯在讲话中说 美国将与欧盟进行密切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我们将寻求一切机会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磋商和合作 并确保这些关系能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出现的新威胁和机会 他与伯雷利讨论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如何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中国对我们都认同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构成的挑战 布林肯说 恢复美盟关于中国的对话是因为他们知道 当他们进行合作与协调的时候 才能最有效的与北京搭交道 特朗普政府在任期快结束时启动了美国与欧盟关于中国的对话 以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在布林肯与伯雷利会晤后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说 他们承认一个共识 即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既有合作伙伴部分 也有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的部分 联合声明还不点名地提到他们将在与中国 存在分析的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声明说 布林肯国务卿和高级代表伯雷利确认 可信的多党民主制 保护人权和遵守国际法支持印太稳定与繁荣 双方旨在合作以促进安全 可持续 自由和开放的海上供应线和供应链 并期待在利益与方法交集的地方 加深与志同岛河的伙伴合作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街头遭习的亚裔奶奶将把90万美元募款捐给亚太医社区 上星期在旧金山遭到攻击的亚裔老人谢肖珍的家人说 他希望把收到的90万美元捐款反馈亚裔美国人社区 以抗击种族主义 谢肖珍的家人本星期宣布通过他们在私人募集网站设立的为他医疗费筹款的账户上 宣布了这项计划 谢家人的声明说 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从第一批亚裔移民 抵达美国以来 它就发生了 但是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 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州岛民社区的仇恨犯罪 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加快了 所以正在发生的针对阿品社区的仇恨 让我们家深感愤怒和悲痛 阿品社区正因为这种暴力与仇恨而流血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 或被沉默了 正因为如此 我们家计划捐出本账户募集的所有资金 以帮助阿品社区复苏 并抗击种族主义 谢肖珍外孙陈奇祥写道 他说我们绝不能向种族主义屈服 如果必要 我们必须死战到底 上星期 75岁的谢肖珍无故遭到攻击 受了重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增加之际 当时 谢肖珍站在红绿灯下 39岁的史蒂文詹金斯打了他的脸 造成又眼欲清流血 谢肖珍抄起一块木板危机 打了任命男子 把他送进医院 同天 詹金斯还攻击了83岁的诺克范 致使老人应鼻梁骨折 以及颈部可能骨折而住院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美国脸书发现中国骇客 利用假冒手法侵入维吾尔人电脑手机 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脸书发现 中国骇客利用假冒手段试图侵入中国境内外维吾尔人使用的电脑和智能手机 脸书24日表示 中国的骇客利用虚假的脸书账号和欺诈式网站 对中国新疆以及在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美国 叙利亚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维吾尔人使用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发动复杂的秘密行动 重点瞄准维吾尔活动人士 记者和异议人士 脸书说 泰克试图为假设的记者和活动人士创建虚假的脸书账户 创建对维吾尔用户有吸引力的虚假网站和应用软件 在某些情况下 泰克创建的网站与受维吾尔人欢迎的合法新闻网站几乎相同 这些虚假账号和虚假网站都含有恶意链接 如果用户点击了一个链接 他们的电脑或智能手机就会受到软件的感染 让网络能够对用户使用的设备进行监控 获取的信息包括受害人的地点 键盘敲击记录和联系人等 脸书说 受到骇客攻击的总人数2019年和2020年不到500人 公司是在例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了这个攻击网络 并取消了这些虚假账号 通知了设备可能受到侵害的个人 大部分骇客行动都发生在非脸书的网站和平台上 脸书安全政策负责人格来切说 他们试图创建这些个人化角色 建立社区信任 用来诱骗民众点击这些链接 以暴露他们的设备 脸书的调查发现 这些骇客与两家中国的科技公司有关联 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联 但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焰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相信这次行动是为了支持中国政府 第六个新闻事件是中国在缓慢摧毁维吾尔民族 新疆维吾尔人出生率暴跌 22日美国 欧盟 英国和加拿大联手就中国侵犯维吾尔人权行为 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最近一些人权人士和独立报告指出 新疆出生率在2017年到2019年间下降近50% 令人测目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 正在对维吾尔人实施包括强制绝育在内的种族灭绝政策 但中国政府称 新疆人口增长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 和婚恋观念的改变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增长从2017年开始急剧下降 在2017年到2019年间 新疆的出生率从15.88千分之下降至8.14千分之 即每千人的新生儿数量 从2017年的15.88人减少到2019年的8.14人 减少近五成 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期也大幅下降 从2017年的11.4千分之跌到2019年的3.69千分之 下降幅度超过67% 虽然中国全国范围的出生人口都在下降 但是新疆的跌幅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藏 广西和内蒙古这三个民族自治区的出生率 2017年以来 也呈下降趋势 但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另一个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出生率 在2019年还有微幅上升 新疆统计年间的数据显示 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萎缩比全江平均水平严重 特别是一些维吾尔人为主 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县市 比如 在南疆维吾尔人口占97% 乡村人口比例为78%的和田里区 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到2018年分别只有8.58千分之和2.96千分之 而这一地区在2017年前的出生率和自然人口增长率 分别在20千分之和15千分之以上 新疆尚未发布2019年各地的统计数据 从目前仍可在网上公开查阅的各县市发布的2019年社会 经济统计报告推断 和田地区2019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可能不容乐观 比如 和田地区下辖的侧略线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该县2019年的人口增长较上年继续下降 出生率为6.54千分之 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负的0.05千分之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下提认为 中国政府对强制维吾尔妇女绝育和堕胎 以及将大量维吾尔人 尤其是男性 逮捕判刑或光进集中营 是造成新疆维吾尔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这证明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通过这些中国政府年鉴上的数据 作施了这个指控 此前一些研究报告和媒体的调查报告 通过分析中国政府数据和文件 以及对数十名被拘禁者的采访 认为中国当局近年来 通过采取广泛却系统的强制节育和绝育措施 加强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生育控制 进而推论这些行为 正在导致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人类学家 和汉学家乔万尼史密斯芬利 曾在新疆做过田野调查 他认为 新疆这次的政策可以推进落实 是以残酷措施为后盾的 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 在新疆突厥与穆斯林群体中 制造了恐惧和恐怖气氛 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会 竭力自我审查或改变行为 以免被投入当地的在教育营 被法外拘押 我2018年从新疆回来后 就开始记录这种国家恐怖情况 当人们知道有多达100万维吾尔及其他人 被拘押在这些营中 知道不少是因为超生被关进去的 他们就不敢多生孩子 也不敢反抗政府 胁迫性的生育控制政策 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的新疆问题专家 格罗斯也持类似观点 他说与政府之前对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不同的是 最近的这场行动以严厉惩罚为支撑 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 超生的夫妇会被关押 主要以在教育的形式 美联社去年的一篇调查报道透过对新疆当地政府文件的梳理 以及30名被拘押者等当事人的采访 也认为超生是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群 被送到在教育营的一个原因 报道还认为 中国政府有计划的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族羊实行人口控制 措施包括强迫绝育 强迫节育和堕胎 一些专家和人权人士认为 中国在新疆的人口控制政策符合联合国防止 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 对种族灭绝的一项定义 强制施行办法 意图防止某一民族 人种 种族或宗教团体内的声誉 美国国务院本月初表示 拜登政府维持前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认定 上个月 加拿大国会和荷兰议会先后通过动议 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 在进行种族灭绝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